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星期日拯救計畫,我是二日 這不就來了嗎?大家,2020這個文具很厲害 那我趕緊要先搬一下台積給我自己下一下 雖然大家瘋狂的很希望我能出這個特輯 但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些文具 它們都不會是什麼2020最新的文具 或是2020才生產出來的多厲害多實用的東西 而是單純我自己一個人玩body,我本人覺得 首先第一,這個文具我在今年用的非常非常多 第二,我沒有用很多,但我看著它就覺得心裡很歡喜 第三,沒有第三,就是一跟二 我們一起往下看下去囉 首先,彩色筆類第一名絕對是 Everybody 我實在是太喜歡這組筆了 以至於我基本上很少在我IG發重複的東西 發過超過一篇 但這一個我記得我應該是發了三篇文吧 因為我原本只有買三支,後來變成六支 再後來變成這麼多支了呢大家 所以為什麼喜歡這支筆呢? 我覺得今年大家應該看這支筆也看得蠻多了 這支筆也看得蠻多了 而且它當然就是很便利嘛 而且號稱的就是說 你就算把它這個頭給弄出來 給它放在旁邊七七四十九天 它水也不會乾了 但我喜歡它很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 我用這支筆寫出來,好看了 大家知道像筆這種東西啊 還真的蠻懸的耶 就有時候很多人覺得很好用的筆寫出來 你就覺得好像字不太好看 但有時候有一些筆你過來手上就會有一種 哇百年好合這四個字砸下來 我自己以為我用這支筆寫出來的東西的字呢 比我很多其他的筆都還更像是人寫的 所以大家看我拿到這個筆呢 做了一個這樣的小試色 說個老實話大家 我最常使用的還是那邊那兩個傢伙 但我們小聲一點 不然會被這些傢伙發現 也就是這兩個顏色大家 我真的用的特別特別多 彩色的講完之後 再來就是歐白講了大家 這個歐歐白白一定要拿出這兩支筆 我簡直是每次用 絕對被問到凡天的這兩支 首先這一支 我還需要再多講它嗎 大概有386個人講過了 UNIBO ONE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是這支很帥的 全黑桿的這一支 這種我拿到這支UNIBO ONE之後呢 我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用這支筆寫 包含像週計畫啊日程安排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 歐到你心底 大家 但是我最最喜歡它的一點就是 大家知道 因為它本身還蠻能速乾的 像這是我之前的 SALASA寫的 那SALASA 因為我買的那支它不是速乾嗎 所以它就會當你在操東西的時候 尤其又像我這麼沒耐心 你就很容易會旁邊就有一點點你知道 就是回到 那我跟大家說個真的超級認真的 我弄了這一支UNIBO ONE之後 再寫任何像這樣子要抄句子 真的我真的就再也沒有這樣回到咧 而我也完全沒有特別的要等它或是什麼的 我就這樣很順的這樣寫下來 再來這一支是Juice Up 它因為叫Juice Up 所以它又叫做果汁筆 還有出好多很粉嫩的顏色 但大家知道記取我這個CLICK ART的小教訓 我基本上覺得其他粉嫩色系 我稍微可能比較用不到 我們來寫一下 唉唷 怎麼辦寫錯字 這個 大家 可以懂我說的嗎 所以它一寫下去那一筆的時候 你覺得 不白不白喔 但等過幾秒鐘之後 它的白就這樣子顯示出來了 我超喜歡這個感覺耶 我覺得有一種 反正不知道就是有種 濕魔法的感覺 好 比類結束 再來 我看實用的東西就一起上一上好了 是 這個 登登 嘿嘿 大家拿翻拿翻 I'm so sorry 登登 是這一個大家 呃 這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切割墊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切割墊原本的包裝 但它的包裝實在是 一副太厲害了 害我有點不知道要不要該把這個包裝給扔了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得過 就日本的這個設計大賞 然後 呃 這個切割墊哪裡特別呢 據官方說法 就是它這裡呢 其實呢 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 厚度的地方 它其實有五層 然後每一層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它就可以讓你的刀子在這上面割的時候 它非常保護那個刀片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刀子在上面畫下去的時候呢 非常的順滑 然後這個東西也不會亂滑動 剛剛的那些都是官方說法 我為什麼會覺得它很棒呢 就是大家 它是 黑色的呢 呵呵 你們不覺得它看著非常帥嗎 我就是一個這麼淺的人呢 那為什麼我也想買切割墊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如果 呃 我最近也莫名其妙的喜歡像 就是 這樣子 把紙膠袋弄成這麼細 然後再把它這樣亂貼上來 對 那 我每一次的做法都是這樣 大家 呵呵 在我還沒買切割墊之前 我都必須要把 紙膠袋像這樣 然後 貼在這個上面 貼在一個離型紙上面 然後再裁 裁完再 再弄下來 然後 再裁這個時候下面還要鋪很多東西 啊 總之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累 呵呵 好說欸 那我的確 我為什麼不買一個切割墊呢 所以因此呢 我就買了這一個 感覺是 Bayboy的切割墊 就是一個字 大家 帥 好 開始喔 接下來進入本子類了 今年我的本子裡面 我買到 我真的覺得 棒棒的 大概是 這一個系列吧 大家 可能你們都有個 三四六七八本了 但我卻真的是 今年才買呢 而且用起來 使用上非常開心 所以覺得 它蠻值得 2020這個本子的頭銜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本是 北極熊本 所以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們道具組同仁的用心吧 在我們 一開始的片的畫面上面是不是有兩支 什麼呢 然後 這個北極熊本呢 顧名思義就是 它裡面的那頁呢 喔 就白耶 大家 很白很白 那我的用途是把它用來當作像是 直交代圖鑑本的感覺 所以 嗯 跟我以前在 用直交代圖鑑本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太會像這樣子寫一些什麼 小心得這樣 但我 後來就覺得 那就會讓我 不會那麼想去回翻我的直交代圖鑑 但我現在就是 只要一拿到了什麼 直交代或幹嘛的 我就會像這樣寫一點什麼東西 大家看 然後在寫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種 呃 寫上來記錄完之後 我再回頭版 我會覺得我有點有趣 我當下原來是這樣覺得啊 後面的話就是 我也把它拿來做試色 就是我 之前人生第一次拿到Uniball 1的時候 對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 無阻的 空心墨水筆啊 然後什麼的 再來這本 長長的它是 袋鼠本 所以說 裡面打開來的話 它的袋鼠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 大家看 它其實 看起來像是一頁一頁 就無聊耶 但其實它中間都會給你做一個 這個口袋 大家看 進去就是伸手不見五指喔 有沒有 伸手 進去就是伸手不見五指喔 有沒有 大家 所以 這個 我之前都一直沒有想說要把它拿來幹嘛 但後來 我就有一天 突然的呢 就想用它了 那我把它用來做什麼呢 大家看 就是一樣是旅行上面的紀錄 有時候我們在旅行上面 收到這種小敵人小傳單 你可能並不想要毀了它 我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的這個 像我去了佐鎮這個 然後蓋了很多印章什麼的 我就 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把它們全部剪下來 做成像是旅行手帳那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我乾脆用了一個這樣的本子 然後像這樣 把它都收在這裡 有沒有 它就可以很簡單的被這樣收進來 然後收進來之後 這個下面有個小口袋的這個地方 還可以做一點點拼貼 我覺得蠻適合給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來好好的去做旅行手帳 但你又希望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小回憶你可以趕快把它收納起來 旁邊我也自己做了一個口袋 然後有沒有 然後這個旅行當中都小心的 其實我是把它藏在這個裡面的 對 然後再把它放進來買了一個這個 對然後後面也是 對 就是因為這一張海報太美了 大家 唉 總之就是 我這樣快速給大家看 總之就是一個超級美的 完全燙銀的海報 對 所以一樣收起來 然後就是 玩 怎麼 別人在介紹旅行手帳 唉 我這不誤真言 好 雖然我才用了這樣一面而已 但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本子的 再來我們進入 2020 這個貼紙很厲害 大家 這個手心手背 真的 都是肉 手心手背 我真的沒有辦法選 但我後來我真的想說 我一定要選出來一個我在今年買到 然後真的覺得 哇 但其實我真的買到每一張貼紙都是 哇 真的假的 但我沒有辦法 我希望我其他的貼紙們不要怪罪於我 我覺得 必須要是他們了吧 這個貼紙大賞呢 我 勢必得頒給他們了 大家 因為 唉 這個 號稱 就是非常適合貼在 旅行手帳啊 或是比較大頁面的這種 大的貼紙的 這個貼紙阿伯送了一套給我 但我在阿伯送我之前 自己就買了很多了 最特別的就是 這個idea 大家 我覺得這個 很少在貼紙當中 遇到這個idea 就是有一點還給你抽獎啊 有點像是小盲盒的概念 所以你可能會為了想要獲得燙金款 而衝動做了一些傻事 雖然它感覺尺寸很大對不對 但它 就算貼近我們一般的這種 日程安排的手帳本裡面 我覺得它的大小 你挑選一下 也是挺ok的 尤其是打開 我就還可以像這樣 因為我一直以為 這一支小灰 是看不見的 但越打開它感覺就是沒有眼睛 所以我也以為這個小綠呢 是這樣子百般在照顧跟呵護它 直到後來 我抽到了一個 它的這個 秘密的這個貼紙 之後我把它打開 我才發現大家 人家根本有眼睛呢 哈哈 這原本以為是 一個有點虐的愛情故事 就後來瞬間變得像寫輪眼一樣的鬼故事 原本這個花花貼紙我以為我用不好 但是後來大家 我發現要上眼花系列 我好像也還是ok啦 然而說到這個貼紙很厲害的話 除了剛剛那個之外 大家 這個我真的不得不講一下 你們應該也是看膩我用這個了 這不只我今年用 我前年用 我前前年也用 我之前呢 是只有買其中一張 是我在日本買的 就後來沒過多久之後 我就看貼紙上面也上架了 我就趕緊去補貨 大家知道我 基本上非常少一張貼紙 買兩次的 因為我太多其他貼紙要買 大家 但我為什麼要買兩次呢 就是因為 我就一直用啊 大家 你看像我這個已經用到 A都沒有了 然後現在D也沒有了 我還得自己 用黑色紙膠袋 然後在上面 畫假裝是A 這麼奇才大家 我覺得我得趕緊去補貨了 我當初有補貨的是這個數字款的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數字 就是E特別容易用到 大家看我上一張 這個E E總是最先用完 大家好困惑 放一個這麼寄給大家看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是那種 你摸它 你就會知道它是有壓痕的 像試圖想要有點模仿 我們那種打標器有沒有 前陣子 以前不是很紅那個打標器嗎 這個形狀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就是莫名奇怪 你天愛哪個地方 它就是很合 然後像這樣 一片汪洋 感覺沒有干它什麼事情 欸莫名奇怪了吧 合 跟這種談戀愛的 竟然也 合 人生就是這麼奇妙 我就在剛剛翻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赫然發現 2020這個貼紙很厲害的大賞 不能只有剛剛那兩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我用的之多 我竟然現在才恍然大悟啊 你們有看到嗎 我一直有在用這個欸 剛剛所有上面的那個 大家去那個 preview一下 就是我的天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東西可以被納入在我的 就是這個排行榜裡面 但它確實是 我們不能這樣忽視它的功勞 我覺得它用來像這樣 標示在這種地方非常棒 而且它明明是金色 但它卻跟旁邊完全一點都不會突兀 再來最後了 我們來看一下 2020如果是紙膠帶的話 這也是很艱難 但我真的選了一個我買到它 雖然我可能用的不好 但我看到它就覺得它厲害 看到它內心就歡喜的 這個牌子大家 嘿嘿 欸好 好吧沒有人停留 沒關係我們直接給大家 嘿嘿 看一下 它是韓國的Live Walk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我在買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時辰時上面 請代購買的 但我前陣子發現 哦 阿伯也進了呢 我真的只能說阿伯很喜歡 跟在我後面 嘿嘿嘿 好意思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因為就是 首先它很簡約吧 大家有看到對不對 就是它的這些 裡面呢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你知道它的表情叫做Circle of Life 這個 大家져 他們知道這首歌嗎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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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雞娃娃 大家應該知道吧 然後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日出可能日落 然後含一些小夕陽什麼的景 除了圓的之外 還有出一個像這樣子有沒有 像排力的底片一樣的感覺 下面一樣是灰夢夢的底 感覺礦也中 只有你一人 它這個系列還有出像這樣 比較小一點 而且大家看 旁邊這個框框 是給你不規則型的有沒有 既然都講到LiveWalk了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我那時候還有代購了這一些 我一定要在資訊欄放上這個LiveWalk它在時程時上面 就它幫這一些它的系列這個指導袋做的Sample 我說一句認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可以有比它們這個更燒的Sampl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為什麼會變成我今年度的我自己覺得最愛呢 就是我用起來覺得情況聲音在家 我就像這樣子給隨便亂用 或是像這樣子每一天都給貼一個剛剛的那個有點像小OK棒的這個小格格 那反正我貼上去我內心看著就覺得很開心 最後 為什麼要拿這把長谷川任務的剪刀呢 我覺得或許大家可以不用買到聯名款 因為據說應該是一般款也超好用的 像之前小陸文劇所啊什麼的也有把這把剪刀拿出來好好介紹 因為大家 我說真的 我其實從來沒有非常認真 覺得我必須要有一把什麼多厲害的剪刀 因為我從來也就很少去剪紙膠帶 或是做一些太精密太精細的工作 我就大老粗嘛 所以我紙膠帶都是直接整條貼或是怎麼樣的 但因為我上次寫旅行手帳 所以我真正扎扎實實的有非常認真的來用 因此大家看到這裡跟這裡還有再來這裡 你們就會知道我真的用這把剪刀 我竟然可以把紙膠帶剪成這樣子 我人生第一次剪 雖然下面看到點破綻 我現在剪東西都用這把剪刀了 然後我一直 就算是大幅度的在剪東西或幹嘛的 我都不會覺得這邊或是這裡痛耶 再來就是它在剪東西的時候 真的會給你一種我要助你一臂之力 所以我感覺這把剪刀一直在發出這個聲音 所以我覺得它實在太吵了 必須把它放在這個特輯裡面 OK 大家快看看這個天色 你們看我的手 再錄下去我可能就要變成威爾史密斯的手了 這好像蠻幸福的齁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版本的2020年這個文具最厲害 其實也可以算是我的2020的愛用品分享啦 那不知道你們自己的又有哪一些呢 非常歡迎大家在底下隨便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你今年覺得使用到很開心的文具吧 那這支影片如果也有讓你們能看的 開開心心的話我也會非常開心的 希望我在2021年也可以繼續錄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的大總會 因為這樣可能就代表我有好好的記得日子 跟好好的使用文具吧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大家 我是不是一個說到做到的好漢 你們自己留言下面跟我說 掰掰